这个是性质上肯定是一个所谓的微净润癌啊原味啊这种 这个是从我们的经验 你也看过很多医生了 都是这么考虑的 这个错不了 那问题是动还是不动 这就是一个临床医生的处理者策略的问题 因为这个节节位置比较深 有小七八毫米 七毫米吧 那他要做的话要切干净就得做一个前段切除 做一个肺段切除 那可能相当于拳头这么大 但是里面这个东西只有米粒那么大 而且呢长期观察不变化 所以我倾向于你不做 比如说你定期观察 十年八年它不变 那你这十年八年就是完整的自己 没影响你任何事 它也不影响你 所以这不是说大家和平用处 你的健康状态生活质量都很好 但是如果你做了以后 哪怕因为你年轻 我认为对你影响也不会太大 但是呢你总是留了一个疤 总是切了一块肺 跟你现在的完全原装的不一样啊 所以从我们的医生 他不只是说是一刀 就是一个技术问题 他还要有策略 就像我们跟敌人打仗 跟敌人做斗争 不是说你把他杀了就没事了 还要有一个策略 所以像类似的这种结局 我倾向于继续观察 有的人就说 微净润啦 可能会变成净润啦 微净润是不是最好的阶段 其实我不同意这样的 因为我们经常 纯摸不利节节 做出来也会抱净润 所以不管它净不净润 它不变是最重要的 变不变是最重要的 生长不生长是最重要的